欢迎回来带您来看到又有杂草火警 屏东龙盘公园附近 今天下午将近四点钟传出有杂草燃烧 因为风势助燃这个火势迅速蔓延 消防队货报派出人车救援 只是部分燃烧的位置在悬崖一边 这增加了救援难度 透过空拍机可以看到 农烟还一度遮蔽空拍机的镜头 消防队员拉水线灌旧 从下午3点59分 烧了四个多小时火势才被扑灭 只剩下悬崖边的火势 而起火的原因由火调人员调查中 华视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